大家都知道有个命运的就是scp 能够帮助我们去把代码从一个地方考到另外一个地方 特别是远程拷贝的时候可以用对不对 但是不好使 那么下面的我们可以来 在这个地方使用pycharm中的一个工具 能够非常快速的帮我们发布代码 这个工具就在toss下面 有一个deployment 还有吗 一个deployment 然后我们点一下configuration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一下一个加号 加号比如说我们建一个叫做 叫做deploy 就叫mySpider吧 然后这个type显成的先sftp 显成之后点击OK 在这个地方我把我电脑上的这样一个 vonto给打开了 打开之后就这个样子对吧 它的IP地址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10.211.55.11 对不对 10.211.55.11 对我们在这个collection这个地方 我需要传入host的就是10.211.55.11 是不是对样子 然后对我可以检查一下 test一下这个链接 输入用密码 然后就去告诉我们链接成功了 对不对 测试成功 测试成功之后我们需要选个位置 就是我们到底把代码放哪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目录就是 就是我这个虚拟机里面的目录 比如说我们cd到根目录去 pd 就是ls 我们看一下 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这里显示的内容 所以当时我们是告诉我们 可以选中一个位置 请问我们代码 比如说放到home下面 走zw下面我们点一下它 点它之后还没完 还在这个地方mapping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再去选一下 这地方选的是什么 就选的是刚刚我勾选的zw后面那些目录 还记得吧 我刚刚在这里勾选的是zw这个目录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勾选的就是zw下面的目录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下面 新建个文件夹存代码 那当然我也可以直接放到这个下面去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OK 就好了 那OK之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可以看什么呢 右键 文件夹上面右键 一个update upload to my spider 看见了吗 点一下 它告诉我们 upload to my spider complete 10个文件呢 会发动过去了 对不对 对呢 我们去看一下 cd到home下面的zw下面 对吧 这里是不是一个book啊 看见了吗 是不是有个book啊 下面有book和scrpg config 对不对 这就是我刚刚 从这里的同步过来的这样一个内容 倒入了这个地方 除了同步过去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在服务器上 用代码改了 我们还可以 s1c 就是同步一下 点这个按钮可以同步 服务器段和本节的代码 明白吗 然后可以比较 它两个期间的区别 到底哪个地方变了 还是没变 那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后续的 我们用这个purecharm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工具 帮助我们去发布代码 发布到我们的服务器段 就是非常快速和方便 不用我们去慢慢写什么scp scp那也太慢了 对吧 比如说这地方呢 除了deployment之外呢 还有什么download的 也是一样的 把它塞下来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比较 对吧 还同步 对那种可以的 这是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来非常简单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我们要学的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内容要学习 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ChromeTab ChromeTab它干什么呢 它就是让我们的程序 能够反复执行的这样一个工具 首先它是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在服务器端环境下 是默然就装有 不需要我们去安装 如果大家想在这个 在服务器上面装的话呢 需要使用apt-get-install 这种方法去安装 那么大家用的服务器 就是桌面版本的服务器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软件 它是没有的 需要apt-get-install 安装Chrome 而不是ChromeTab 对吧 那么我们 安装好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ChromeTab-E E是Edit 编辑的意思 对不对 进去 编辑我们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对的话 第一次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选择编辑器 那么可以再尝试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先ssh过去 ssh 连到我的这个训练机 10.211.55.11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说ChromeTab-E 当然现在我这里不是第一次进去 所以这里呢 并没有提示什么呢 并没有提示让我选择编辑器 大家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 会让大家选择编辑器 那么选择之后呢 我们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就是要干什么呢 Edit this file to introduce task to be run by Chrome 在这个地方编辑我们的 编辑我们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让ChromeTab 来帮助我们去运行的 这样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该怎么写呢 但是这里有个例子 For example You can run backup file all your user accounts 就是说你可以备份你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用户的信息 然后呢 在每天的 每个星期的5点 早上5点 对不对 使用下面这个命令 下面这个命令怎么写呢 前面有个对数字 后面这个命令它应该非常熟悉 就是TAR 压缩这个命令 对不对 把Home下的路径的内容呢 全部加速到 这个Barclubs 叫Home 77z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肯定就是时间了 后面这个是mini嘛 对呢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样子 前面这5个 代表是时间 后面这个是mini 明白吗 那这5个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对比一下 再看一下 就到我们课前方论有 分别是分 小时 日 月 星期 比如说 这里有这样三个例子 我们想要在每个月8点 每个月8号的7点半 执行lsmini 每个月 月这个地方就是新花 新花表示每个的意思 每个月都会执行 如果新花在日这个地方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每一天都会执行 在小时这个地方呢 表示每个小时都会执行 明白吗 在分钟这个地方 表示每一分钟都会执行 所以这个地方写的就是 每个月的8号的7点30分 都会执行ls这个mini 命令在最后面对不对 下面第二个例子 每15分钟执行一次lsmini 就是新花除以15 就可以了 新花除以15 比方说是你第0 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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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分钟 都执行lsmini 这里还有什么呢 每个两个小时执行一次 每个两个小时 这里就需要注意了 小时这个地方写成 新花除以12 对不对 那么分钟这个地方呢 必须把它写0 因为新花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写新花的话 比方什么意思呀 每分钟都会执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其他地方都是新花对不对 所以在整个Chrome Type里面 只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 当我们要写每个两个小时执行 或者每两天执行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分钟这个地方写成0 情况要注意 写成新花 那就废了 电脑可能很快就报废了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就是星期这个地方呢 星期是从0到6的 0到6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0表示周日 1表示周一 6表示周六 明白吗 只有这点点需要注意 那么 做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往往就能跑回我们 往往的程序 来干我们的事情了 但是呢 我们这样做可能往往还并不够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那怎么做得更好呢 我刚刚给大家讲 就Chrome Type呢 大家直接在后面放个Python Main.py 是不是可以让它执行个Main.py这个程序 但是往往我们并不会这样做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按照这三步流程来做 第一个流程 先把我们执行命令呢 放到一个困执文件里面去 放到一个脚本里面去 那比如说这个脚本是这样写的 警号 感单号 bingsh 这表示什么意思啊 下面的内容 由bing下面的sh来执行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之前看别人写的python代码 是不是往往也有这样的内容呢 表示下面的代码是python代码 用python代码来执行 那cd 反映的话 dir name downer0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进入当前目录 dir name 就是 downer0呢 表示当前所在的位置 然后当前 加上dir name在前面 就表示当前目录 cd到当前目录 两个竖线 表示或的意思 如果前面这个失败了 就会做后面这个事情 也就是前面 如果并没有成功进入到当前目录 就会退出 exit等于退出 如果成功进入当前目录的话 就指引下面的内容 python main.py 执行当前目录下的main.py 这个程序 然后后面两个尖括 是什么意思呀 尖括是什么意思呀 重新像对不对 就是重新像呀 表示把前面这个结果呢 重新像到random会怎么去 明白吗 重新像到random会怎么去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以为2大于按照1 以为2大于按照1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呀 2大于按照1 没学过吗 我们把内容重新到random会里面去 只会把我们标准输出 重新到random会里面去 我们有三个内容 分别是02的表示的 0表示是标准输入 这跟这没关系 我们要输出来对吧 1表示标准输出 2表各种错误 那么标准错误 它是不会输出到random会里面去的 因为只会把标准输出 输出到重新像到random会里面 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乘以报错的时候 这个错误是不会到random会里面去的 除非我们把2大于按照1 加上去 才会看到这样一个错误的内容 明白吗 这地方能理解吗 所以加上2大于按照1的效果就是 把错误也重新像到random会里面去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 能明白吗 不明白 没有关系 后续照着写就完事了 我们定义一个 把一个程序的执行命运方和脚本里面去 照着写就完事了 第一行写它 第二行写它 第三行只用这个地方改一下 我们用scrapping的使用程序 那就写成scribe什么什么 就好了 我们用python 执行一个程序 就把python放在这就好了 然后后面runnode 你可以取个名 叫run1.node run2.node 等等就是可以的 然后2大于按到1照着写 所以整个脚本你照着写就完事了 照着写会吗 照着写会吗 应该都会了对吧 只用改一下这个地方了 那么写了这样的脚本之后 我们需要给这个脚本添加可执行权限 因为我们直接执行这个脚本 是执行不了的 必须添加可执行权限之后才能执行 那怎么添加可执行权限呢 也非常简单 直接csmode 加x就可以了 加x是不是添加可执行权限 那么添加之后 我们直接执行这个 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脚本了 直接执行这个脚本 其实做的事情就是 它在使用python 执行mail.py这个文件 能明白吗 添加可执行权限之后 这个脚本就可以被执行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本的位置 放在Chrome Time的地方 相当于它就是一个面积的 明白吗 但是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对它使用 这样一种绝对路径的方式来写 绝对路径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是吧 绝对路径 然后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里面 这个脚本里面 如果我们有些输出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输出到Rendware里面去 那么对应的 我们还要写二单元2.1 这个二单元2.1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脚本本身可能写错了 写错了可能有些错误对不对 这个错误我们也想让它 定义到Rendware里面2.1 或者另外一个Rendware里面去的话 我们就需要写二单元2.1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脚本本身的错误 是定位不到进去 重立项不到进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有两个地方都有重立项 以及二单元2.1 对不对 但是它重立项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在这个地方写 表示这个脚本的内容 脚本输出的内容 重立项到Rendware里面去 包括错误对吧 那我在这个地方写呢 表示我们程序的输出 重立项到Rendware 同时呢 错误以后进去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在程序里面 Print的东西 Print的东西 我们希望它能够 保存在日式里面去 我们通过重立项 是不是可以保存它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然后二单元2.1的效果 就是把错误也给它保存进去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这个脚本起来有错误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样一行呢 把我们脚本里面的输出 以及脚本的错误呢 重立项到Rendware里面去 这个地方明白吗 这个地方位置呢 这个文件文件的名字 可以随便写啊 不一定是Rendware 你写一个别的名字 都是可以的 这地方还有问题吗 那这个地方呢 就关于Chrome Time的 我们都讲完了 大家有问题吗 这个地方 会用吗 这样写就往上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写一遍 增加一下它的印象 我们先把它关了 关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在这里建一个 hello.py 建一个这辆程序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程序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print一个什么呢 print一个hello world 然后呢 我们再print一串 西红花 这一本 然后再print一个 hello world了吧 他就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样的hello.py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令人执行呢 执行一下看一下 大家都会执行对不对 就这样的效果 对吧 就这样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到哪呢 放到脚本里面去 那么可以再写个脚本 然后呢 我们叫它test sh 那这个地方呢和之前一样 我们可以 启用景号 简单号 对不对 然后呢 另一下面的sh 对不对 然后呢接下来换行 cd到 这个 这个这是反引号 对吧 dln 然后呢 $0 对吧 然后呢 exist1 对吧 如果失败就退出 对吧 如果成功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执行什么呢 执行我们的main.py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把结构重灵箱在哪儿啊 run over 里面去 run over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去 然后呢 2大约按的1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去写完了呀 写完 这个定义完这个脚本之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添加一个可执行权限 对不对 就是setmd 对不对 grx 那testgrsh 对不对就好了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变了呀 它表什么意思呢 表它是可以执行的 我们在执行一下 执行到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边有run over了呀 我们看看一下run over no suchfail run over 这里面是不是有错误呀 看见到吗 cannotopenfailmain.py 为什么是main.py呢 因为刚刚这个testlsh 是不是写错了呀 我写的是main.py 对不对 不是hello.py 是hello.py 所以刚刚看见 那个地方是不是报错了呀 报错它永远能够 展示到这个run over里面去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run over删掉 然后我们 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 再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test在这儿 sh 咱们cut一下run over 那是不是就直显这个结果呀 说明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它 来执行我们这个程序了 对不对 结果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再把run over删掉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testlsh 加到我们的colontab里面去 我们看一下pd 然后我们colontab 然后呢-1 然后进去 进去之后呢 我们在最下面来编辑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希望它每分钟都会执行 因为这样我们不用在这儿等 对不对 也会是五个新花对吧 这样是不是每分钟都会执行呀 执行什么呢 就是home目录下的vada home zdw下面的什么呢 hello.p 不是hello 就是test.sh 对不对 不刚刚定那个test.sh 把里面内容重新向哪呢 重新向到run 就是home.zdw下面的 run1.log里面去 然后呢-1 大约-1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就完事了 保存一下 然后呢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命令呢 colontab-l 能观察到我们tn的项目 是不是tn在这里来 大家可以看见 所谓的colontab-l就是干什么呀 cut了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它把里面这种是不是都打出来 是不是就是cut了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等一下就好了 等什么呢 等一分钟过后 它来执行我们这个程序 那对那执行的话 肯定就展示 出现一个什么呀 run1.log 咱们看一下这个run1.log 现在是不是有呀 python 我都放的 为什么python我都放的呢 是吧 明明不是有python嘛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python进去 worldpython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userbin 这个python的mini给它补全一下 我们写emarks test.sh 就是python3.5对吧 加到后面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绝对no件的方式 来让python来执行它啊 c y一下 那么在rm把run1.log删掉 run1.log run1.log 我们在这儿静静等一下 等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呢 它就会多了一个run1.log 我们cut了一下run1.log cut run.log 是不是相机有了呀 我们还可以使用另外一个mini 叫tl-f tl-f tl-f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让它能够在这儿卡着不动 只要这个no.log 日识里面也不会输出来 它就会展示在下面 就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tl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展示 是不是尾巴的意思呀 通过这个mini呢 能够帮助我们展示一个 日识文件的后 一个文件的后面几方 而且它不会消失 加上-f之后 它会越来越不动 只要等一下这个run1.log 输出内容之后呢 它的内容都会提前到后面去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明白吗 这个地方 现在是56 是不是又出来了呀 没有出来哈 22 23 还早了很呢 对吧 还有40秒对吧 有点好 没有 我可以接着 我先给大家一次 一会儿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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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了 就这个样子 差不多是每一分钟会执行一次 所以这个程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好演示了 所以大家后续写了一个爬通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帮它反复执行 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删掉 不让它牵着在后面跑 当然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温度下面是没有的 对吧 这是只有在服务器端才有 那温度下面怎么办呢 对吧 温度下面有计划任务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家有用过吗 计划任务那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定时关机 定时开机 是不是 当然可以用那个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接受到的是这种 Nips的服务器 所以通过Problem Time 就能够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用按照这个操作 这这写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什么呢 把我们的程序呢 使用Chrome Time来执行 非常非常简单 这是关于Chrome Time这一部内容 有点明显 有点明显 然后 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车子 这一条